拜託 不要再被騙了 This is so stupid 那些詐騙真的是 Go die Go die Go die Go to hell 真的很打妹耶 為什麼要用騙人的方式啊 因為剛剛發生了一件小小事情 我其實蠻生氣的 首先 先祝福所有父親們 今天父親節快樂 我們家其實已經就是過完了 然後家父現在正在錄影 我一直收到很多人的那個 截圖 然後跟我講說 他們買了我代言的東西 然後說東西很爛還找不到客服 然後要我來處理跟解決 其實我沒有辦法處理跟解決 因為你們買的東西是詐騙 First of all 我不可能代言刮胡刀 什麼什麼剃鬚刀 無姍如無推薦 什麼終身保固 只患不休 竟然有1.1萬人 這就是一個 炸到不能再更炸的炸了 拜託你們不要再被騙了 而且為什麼我沒有直接採取法律行動 是因為其實很多時候是抓不到人的 Please 不要再被騙了 This is so stupid 我非常非常的生氣 他第一篇碰我會寫什麼 注意詐騙 Hello 周楚除三害嗎 你就是周楚 我真的氣爛 我真的氣到我已經不知道要說什麼了 有人說Sandy 誤小孩都沒空了還有空管他們 我的確是沒空 我現在在放假 因為有一堆人被騙之後 還跑來跟我反應說他們被騙了 我超級生氣 而且我電視上講過對不對 沒錯 有人說在電視上已經看過 我就問 電虛刀 我刮什麼 屁死我 我沒有 是豬腦袋嗎 真是豬腦袋 太醜的東西就是不能代言啊 希望我老公沒有在看我的直播 還有之前 有人道用我的照片 劈成木瓜影 我的東西都會不需要木瓜影 OK 我求求你們不要再被騙了 我也沒有代言什麼瘦身糖 我 沒有 在產後瘦身 我 沒有 在產後減肥 沒有 因為生小孩褲腸就已經夠累了 我幹嘛還要減肥啊 很累 現在詐騙的臉書都有藍勾勾 I know Why do they have 勾勾 Dude 木西派搞半天 現在才得到一個勾勾 我們為他掌聲鼓勵鼓勵 但是 這個審查的機制到底是蛤 那些詐騙呢 真的是 狗仔 Go to hell 真的很打妹耶 為什麼要用騙人的方式啊 我腦子現在整個 整個燒到這邊耶 我真的很少 這麼生氣 詐騙玲瓏忍 沒錯 有人說這樣子看 我跟憲哥很像 走開走開 哈哈哈 憲哥啊 好像有什麼去找 我爸 哦你們有聽到我小孩在哭嗎 對我得我得去 對我得去弄我小孩了 氣到流汗 KID到牢滑 沒錯 Anyway 今天是2023年的8月8號 祝福大家有個美好的父親節 不管你是不是父親 好不好 每個人都 在今天都要很健康 希望你們都能夠不小心就賺很多錢 所以不會再貪那些奇怪的小便宜 也不會買奇怪的東西 祝福 你們 祝福 彈出去 祝福